与你分享新的历史故事 但你领会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雍正到底是不是篡位者 自清朝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谜题 在这方面 雍正一直百口莫辩 受尽了臣民质疑 然而在1929年 故宫档案馆发现了一封特殊的生辰八字 而这张生辰八字也成为料解开雍正纪委之谜的金钥匙 1929年 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布了一批内阁大库的档案 其中有一些珍贵的隐秘的原始档 其中一张竟是乾隆的八字 上面还附有康熙61年的批语 乾隆八字用术语叫做火莲丘金 是天赋极后的强势命运 有这种八字的人 极其聪明 极其人孝 文武双全 命中注定会有很多子嗣 小的时候会有点福哉 但并不碍事 16岁之后 就一切顺利 将来健康长寿 贵不可言 可以说 这是绝对的 王者的命运 清朝时期 上至皇亲国期 下至走卒贩夫 都十分迷信命运 而康熙 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康熙为何要在康熙61年 专门给年幼的红利算上一挂呢 清高宗实录 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那一天 清朝最著名的三位皇帝 康熙 雍正和乾隆破天荒地聚在了一起 只不过当时雍正还得叫应真 乾隆还叫红利 当时康熙执政已经进入了尾声 原本 康熙想将皇位传给皇后赫舍里所生的皇太子 然而随住时间的推移 康熙就不让位 父子俩兼生嫌隙 因此发生了两废太子事件 在此期间 他的九位皇子趁势而动 为争夺皇位撕破了脸皮 对于应真这个的儿子 康熙还是很器重的 此人不争不抢 对皇位似乎没什么兴趣 整天以书法和读佛经而自语 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虽然应真是分与世无争 但是只要交给他一些任务 他又总能漂漂亮亮地完成 例如康熙朝的皇太后病逝 康熙将丧事交给应真来处理 结果应真安排得井井有条 后来 应真又多次奉命寻衅各地 总能出色地完成政务 因此在康熙心中 应真是十分能干的 是相当务实的 虽然康熙很亲近应真 然而应真也不是没有弱点 首先 他不是嫡子 更不是长子 没有年龄优势 其次 从才干上来说 应真确实很有能力 但十八皇子 十四皇子也是文武兼备 最后 从个性上来说 应真为人阴臣 城府极深 身居简出 独来独往 似乎不是很能团建人 因此在当时 应真应该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然而当天的康熙来到圆明园 应真将他引导至牡丹台 父子俩欣赏 祝怒放的牡丹 说住家长里短 好一派父子情深 就在这时 应真突然对康熙说 您的两个孙子打生下来就没见过你 今年都是十多岁了 你想不想见见 明明有孙子 却自出生后十多年都没见 在通常家庭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然而在皇家 却是稀松平常之时 既然来了 自然要见见 康熙说 那就带上来吧 随后 应真的两个儿子 红利和红皱被带了上来 两人今年都是十二岁 并非一母所生 年龄相差只有两个月 看到排名第四的红利 康熙却感到非常惊讶 从相貌上看 红密皮肤白皙 长得很出众 同时气质沉稳 眼神不卑不亢 康熙作为皇帝 一辈子不知和多少人打过交道 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 于是康熙和矮地问红利 你今天读了什么文章 红利则回答 我正在读周敦一的爱莲说 康熙接住说 那你贝贝看 随后红利一口气将爱莲说背出 一字不差 这让康熙非常惊喜 当晚 红利 红皱和康熙一起吃了顿饭 吃完饭后 康熙便回宫了 当天晚上 康熙想了很久 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第二天 康熙的宫廷宦官来到圆明园 向雍正讨要一件东西 第三天 那就是红利的生辰八字 第四天 到了这一步 雍正已经明白 自己成功了 前文也提到 雍正将红利介绍给康熙 事实上是个局 康熙废掉太子后 之所以迟迟不能立出 一方面是因为黄四确实难以抉择 而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他特别喜欢 黄太子的儿子红熙 作为废太子应仁的第二子 红熙从小就被养育在宫廷中 备受康熙的怜爱 这一点 甚至连朝鲜人都看得出来 为了彻底灭掉废太子 应真想出一条釜底抽薪之计 就是让自己的儿子 代替废太子的儿子 经过测算 乾隆的八字简直贵不可言 真是难得的大富大贵之命 迷信命理的康熙当即做出决定 将红利养育宫中 此时的康熙已经是风烛残年 从康熙61年夏天开始 红利陪伴康熙长达五个月 两人在避暑山庄 一直形影不离 乾隆回想当年祖孙相伴的情景 动情地写道 素叶之随圣祖 提及展书 则亲授章具 披章引剑 则尽力作策 至于传餐是善 取成寒一息之欢 有一次 红利随康熙打猎 再马上 康熙用一杆鸟枪射杀了一只黑熊 那黑熊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于是康熙对红利说 你上去补一剑吧 谁知当天 一向乖巧的红利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坐在马上昏昏欲睡 康熙看住有些生气 你为什么不动 话音刚落 那熊突然抱起 像发了风一般向人们扑来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还好康熙比较震惊 一枪抱了黑熊的头 这才让大家转为为安 这件事 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眼中 古往今来的皇帝都是强韵之人 如果当时红利听了自己的话 恐怕早就被黑熊撕碎了 平时红利一直很勇敢 而这一天却表现得昏昏欲睡 迷信的康熙认为 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此事发生一周后 康熙特地去了圆明园 他要见一个人 此人不是边人 正是红利的生母牛骨路士 迷信的康熙 也要看看牛骨路士的面相 和甄嬛传不同 历史上真实的牛骨路士 只是个出身低贱的大丫头 长得也不像孙利那么美艳 在府内只是干一些粗活 累活 由于牛骨路士相貌平平 因此应真不是很待见他 因此连个名分都没有 在王府内 仍被称为格格 虽然牛骨路士长相一般 却身体健康 十分有活力 老太太最后竟活到了86岁 那一天 康熙接见了牛骨路士 面对着这个大脚丫头 康熙端向了很久 然后说了这么几个字 果是有福之人 有福之人 古代选择皇后 并不看重其相貌 主要看重其德行 因此不太漂亮 反而是牛骨路士的加分像 从后来的画像来看 牛骨路士长得五大三粗 方面大二 是真正的福像 乾隆后来回忆 似以之与一日可以复托 弘历有福 他的生母也有福 雍正和弘历的皇位 这时候终于能够坐稳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雍正 乾隆能继位 并不完全是因为 康熙十分迷信 而主要因为父子俩 确实有才能 康熙六十一年冬 康熙促然病逝 他的继承人 正是斯阿哥印珍 这里的第二子 其实就是弘历 因为弘历的两个哥哥 早就已经病逝了 可以说 康熙之所以利用正为皇帝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 弘历的存在 弘历后来继位后 一直都在怀念住 自己的皇祖父 他一生效仿 康熙 甚至表示自己 绝不会做六十年的皇帝 因为他绝不能超过 自己祖父的六十一年 在他执政的第六十年 乾隆见自己的皇位 传给了嘉庆 因此在执政中 乾隆每每想起 皇祖父对自己的重托 总会招前西涕 战战兢兢 因此 乾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有名的工作狂皇帝 就如他自己所说 若语 则皇祖 皇考父托索由众 延念及此 自是常若不足 岂敢持朝前西涕之志 故凡出至临民 往不尽心仇度 日甚一日 至于今三十年 在以往 康熙所取乾隆的生辰八字 不过只是乾隆的一家之言 当为1929年 乾隆八字在故宫档案馆被发现 人们才知道 乾隆所言不虚 十四阿哥确实才干过人 但他所面对的不只是雍正一人 而是雍正加上红利 无论如何 康熙也不可能传位给他 至于雍正改 传位十四子 为传位于四子 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首先 古代的鱼英写作鱼 无论如何也不能土改 况且 康熙的传位诏书 还有满文副本 请问在满文里 如何将识改成鱼呢 很显然 雍正创位之说 不过是相野议论的野史罢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clos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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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Wes 有ơ than